欢迎来到北斗涌频道 今天是2020年6月28日,第九十一集 而我们今天的题材就是 《变幻莫测的香港股市和经济》第三集 想不到一个题材竟然可以说到第三集 希望这一集就应该是最后一集的了 我们上次就说了在铜锣湾那边有一个巨型的店铺 就因为那间公司抵不住,所以要退租 可能最终是要赔很巨大的款项 除了这个,也反映了我们香港的零售市 的确真的不是那么好的 另一家名牌店,Canel 它也没有说要倒闭,但逼员工可能要自动离职 甚至要扣减公司 大家都翻小一点,令到经营成本可以减低 这些情况应该陆陆续续不单在这间名店 应该在其他店铺里面都会发生 另一个在铜锣湾的地主,希臣轻业 它这间公司也发表了它们截至到2020年6月份的上半年的盈利 它预计了这么说 虽然6月份还有两三天才过去 但它就说了,因为物业重股的时候 会有超过40亿元的公平值的亏损 所以就会令到它的公司最终都可能是涉本收场 即是在账面值来说 这件事很明显地告诉我们 其实在商铺里面,市值已经开始慢慢减退 减退的原因很肯定就是因为租金不理想 才会有这个减值 这个减值的出现,大家就要有心理准备 即是说铺位的价值会陆陆续续开始贬值 陆福也公布了它的业绩 它公布了它最近3月底为止全年的业绩 它业绩,幸好还有钱赚 但它是赚到8.668万左右 但按年都要跌了42% 这个未算是最惨的 因为我们香港现在陆陆续续 惨放可能是3月份之后才慢慢反映出来 它有没有末期色派呢?是有得派的 但是呢,全年来计就派了1元 比上年有1.15元的话 就轻微地减少了15%的回报率 那算是相当不错的了 但是下一年会怎样呢? 这个才是最可怕的 那它的员工的数目 亦都由2019年的7600人 听说是自动流失大概现在只剩6500人左右 不过这个就不只是说香港的 说起来它内地市场呢 都有这一个警况的 那,种种迹象告诉他 我们香港的零售市道呢 的确是非常之低迷的 是不是? 那市民的消费信心呢 亦都是非常之低迷的 其实不单止其他市民啦 甚至我自己我都跟太太说 就是说如果有必要的洗费 那才去洗啦 如果没有什么必要的 或者太过奢侈的 那省得的都要省啦 如果全香港有大部分人 都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话呢 那我们香港的经济呢 那就很大件事了 当然我只是希望这些 是我个别自己的问题而已 其他人如果是没有这些情况发生的话 那香港依然是可以继续呢 是兴旺的 但是兴旺呢 都不会回到以前的水平的了 所以大家呢 真是要有心理准备呢 今年来 下半年呢 都不会好日子得去哪的了 香港政府呢 今年就应该要花很多钱 去令到我们香港的经济 就不要不断地沉迷下去的了 那问题就是 它花那么多钱 那都要有钱进回来才行的 那当然其中一个最主要的收入呢 就是卖地啦 最近呢 中环有一块地王 打算拿出来拍卖的 不过这一次的拍卖的情况呢 就有别于其他之前的拍卖标准了 因为以前呢 是以价高者得为主的嘛 但是今次呢 就有点点不同的 因为呢 要考虑这个设计的方案下去才行的 那就是说呢 不是你拿得最高价钱 或者出得最高价钱的呢 就可以中标的 那这样的做法呢 有没有什么阴谋论呢 那我就想到一点的 那不过我们先说一下这个地先啦 那这块地呢 如果照这样的形式去投标的话呢 那大概地价呢 大概25000至28000左右 那只是那块地的价值呢 就是超过400亿元的 那如果要总投资的话呢 可能要高达600亿至650亿的 那回报率呢 如果以3-4%去计算的话呢 相信要25年至30年呢 才可以翻本的 那这个是一个长线的投资来的 那你要想下啦 有哪一个财团 本地的财团 是会对香港未来的信心有那么大呢 未必有的喔 还有一样东西喔 你想下 如果这一个总投资额是超过600亿的话 香港的私人财团 有哪几间是可以独资去经营这一样东西的呢 我想一想去呢 现在相信只有两间而已 一间就是新鸿基地产 另一间就是长实集团 那如果你说四叔呢 就未必可以了 因为他之前呢 两年前呢 他捧了一块地之后呢 现在我想他都牙痛的声 都未必可以做到什么出来的了 但是这两间公司 在现在香港这样的形势 他又肯不肯去大额去投资呢 参与就一定有份的了 但是呢 他们可能都是纯粹参与的而已 就是说给你听 我有份投的 不过我投不了而已 会不会这一块地 最后是被中资的公司去投到呢 这件事情一点都不出奇的 原因就是 因为香港人对香港未必有信心咯 很可能 美国会有继续更加多的行动呢 是去制裁中国的国安法的 那其实都是逼我们香港埋死国的而已 那到时我们香港会怎样呢 那最近的美国的制裁呢 听说是牵涉到这个technology方面的了 那我唯一担心的就是中国移动了 因为中国移动呢 可能会继续低迷的 那我刚才已经说过 阿四叔呢 就应该就算有份投资呢 他都要拉些人呢 做一个财团去投资的了 因为他 刚才说过两三年前呢 他已经投了中环的一块地皮的了嘛 那当时那块地皮呢 赤价去计算啊 是50万的 那就是现在新的中环地王呢 只得他一半的话 那其实他那块地呢 已经是亏了钱的了 那亏了钱你说他怕不怕呢 那当然是怕啦 怕起来的话他都未必肯投资了 那所以我们香港现在的情况有什么不同呢 还有一个东西 就是我们香港的生态已经有少少改变了 自从这几个月呢 有很多人呢 都可以在家里做事 原来发觉在家里做事是可以的哦 那就是说 其实公司的office 真的不需要那么大的哦 如果一万尺的话 可以减到六千尺五千尺 甚至四千尺 就已经可以做到公司应该做的事 那为什么要省得的 不可以去省呢 是不是 所以现在在中环 除了中环之外 其他的商业地区 在香港里面 都是会 越来越多的空置的单位出现了 这样的情况呢 是相当之不利的 所以 所以这一个地王究竟最后投标是多少呢 我们要拭目以待了 那还要看看是谁敢去投这一块地 因为这个 除了是六百多之外呢 就是在赌香港未来三十年的发展 是不是好像今天那样 还可以成为一个国际都市呢 那这一样东西 真是现在没有谁敢买保票 要保证香港三十年之后 好像今天那样的了 我们香港的商下 以及我们香港的商铺 其实慢慢看到的现象 是慢慢萎缩的 那么这个萎缩的情况 会不会加剧呢 我们就不知道 不过呢 讲地产方面 还有另一个范畴可以说的 就是住宅方面了 那住宅方面呢 似乎又不是很差的 因为在将军澳的日出康城 有一个楼盘 叫做Sea to Sky 就是由长实集团和地铁 一起共同发展的 那么第一次推出的楼盘呢 数量大概是462个单位 而这462个单位 听说已经是一炮过了 那么赤价呢 大概是由13600多元 到18000多元 听说呢 这一批的单位呢 超额认购呢 就是27倍的 那就是大概是27至28个人 就欠一个单位的 那这一批的单位 这么好卖的话呢 就可以做就下一批 都可以卖得很漂亮的价钱的 那整个项目加上呢 听说好像有超过1400个单位的 那就是说 还可以多分三四次来卖出去啦 那如果这一炮是可以做得好的 那它会赚到钱 那当然要恭喜它啦 那这个详实的楼神呢 他就很懂得呢 就看着那个市呢 来说话的 那他就说了 就说国安法呢 其实是必须要成立的 但是呢 对楼市的影响呢 相信又不是很大的 那其实他说什么呢 都不是一个问题的 最重要就是那些买家 他们真的肯拿钱出来买呢 才是最重要的 那现在事实证明了就是 462货 卖完了 是不是 那代表呢 那些人都还有很有信心哦 那有信心的话 是不是一件好事呢 那当然是好事啦 如果我们香港的住宅 是可以高价点 卖出去的话 那如果你想散水的 那都不需要虚本虚住走嘛 那不过我也是奉劝大家 就是 跟李嘉诚说的说话呢 一模一样的 就是 如果是丑闹的话呢 那你就真的不要拿来炒卖了 因为现在这个风头火势的话呢 你拎不了那些盈利的话呢 分分钟蝕回头呢 就无端端就多达啦 那就不是那么好了 但是如果你是要住的话 迫于无奈 那如果有能力的 那你买回一层楼 供回一层楼 都是没问题的 但是炒卖呢 大家都不好了 现在这个情况呢 香港的现象是很怪的 而这种怪法呢 我也不知道怎样 可以去解释给你们听 但是呢 你看到这个情况呢 最好以小心为主啦 讲开成哥的楼盘卖得这么好 那怎么可以不讲一下 他自己的私人的投资呢 那成哥的新闻呢 其实就不是很多的 不过呢 最近呢 就有一段新的新闻呢 就关于李嘉诚呢 他旗下的私人公司 维港投资啦 就在澳洲呢 就投资了一个项目的 那这个项目呢 有科技啦 亦都是跟农业有关的啦 亦都是跟环保有关的啦 那间公司的全名呢 就叫做soil carbon 那这个soil carbon 究竟是做些什么呢 最主要呢 就是做这个土地呢 就令到土地更加肥沃的 那土地更加肥沃的话 就是代表 可以令到农作物呢 就会更加丰收了 那是不是一件好事呢 绝对是一件好事啦 可以生产多些食物的话 对整个全球的食物供应链 都是有帮助的 另一件事呢 就是对环保也都非常之好的 因为呢 听说他这个项目呢 是可以令到全球的炭的排放量呢 是可以吸走四分之一的 咦? 那就是帮助了地球很多的啦 那这个项目的投资大不大呢? 一点都不大 以这个维港投资领导之下呢 大概都是投资了680万美元 下去这个项目的而已 那其实李嘉诚都不需要 给了这么多钱出来的 但是如果这个项目 将来变成一个商业项目的话呢 投资回报率呢 可能是10倍、20倍、100倍、200倍 一点都不出奇的喔 不过为什么他要做这一件事呢? 其实有个原因的 他旗下有一家上市公司 长江生命科技 原来呢就是澳洲里面呢 是最大或者全球最大的什么呢? 葡萄生产商来的 那如果他的土地可以种得更多葡萄出来的话 那他的葡萄酒啊 或者他的葡萄啊 就可以买得好些 价钱好些咯 说开这一家公司呢 也都要说说他属下的一号仔 李嘉诚的 那这一家公司呢 最近呢 都有一点点好消息啦 但是这个好消息 只不过是其中一个而已 就是在澳洲的电讯啦 他自己拥有的就是这个VHA啦 那他这一家公司呢 就和另一家公司呢 叫TPG呢 就终于呢 是给澳洲政府 可以准他们合拼了 那合拼了之后呢 当然就有个协同效应啦 令到那间公司的成本 可能可以降低啦 等等的东西 但是呢 这个的合拼呢 其实就没有一个特别的 项目啊 或者有个特别的分析 可以告诉他 究竟可以令到那间公司好几多 但是 其实这样做呢 都是有个好处的 因为听说现在澳洲呢 他合拼了之后 他会变成第三大的电讯公司来的 那第三大的电讯公司 这些起码都有得争一下 如果你不合拼的话 那给其他两间大公司 夹一下夹一下的话呢 可能你就会在这个市场里面消失的嘛 那详实还有另一个好消息 不过这个已经是迟来的春天了 就是呢 他很多年前呢 就提议了他的英国的三UK 就和当时的英国另一间电讯公司 叫O2呢 就合拼了 最后呢 就被英国政府呢 就否决了 那否决了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觉得原本由四间的电讯公司 变成三间公司的话呢 就会减少竞争力 那这个减少竞争力呢 就会对所有英国的消费者呢 就会是很不公平的 即使李嘉诚已经世神匹完 就算合拼了之后呢 是不会加价多少年 但是英国政府依然是不肯 但是最近呢 听说打官司呢 就胜数喔 那胜数只是拿回面回来而已 没有实际帮助的 因为现在O2呢 已经好像跟其他的公司合拼了 但是呢 这个是一个指标来的 就是告诉人 原来呢 市场上 由四间电讯公司 变成三间电讯公司呢 一样是有这样的竞争力的 这样呢 就令到将来 如果李嘉诚在欧洲那方面 要继续跟其他公司 有合拼啊 有收购的话呢 就会提供一个方便的门咯 那么起码都是一个好消息啊 但是对他的公司的股价 会不会有什么提振作用呢 我又不觉得特别有的 因为你看到1号仔 现在呢 都很可怜的啊 大哥 原本是100元一股的 现在跌到下去呢 50元都不用就买到了 那我们都不知道呢 星期一开市的时候呢 究竟这个国安法 会不会令到香港的股价再继续大跌 如果会的话呢 那他这一间公司可能会再跌得更加深哦 究竟我应不应该在49元的时候呢 买一点点来博一下猛 会不会赚回两三元使用呢 我都在想着 那希望大家呢 都可以想一想 看看我们这些香港的传统的股票呢 还有没有机会翻新 其实他这一间公司呢 每股值120元的 不过当打个字头给他 都有一百元吧 那现在只有50元哦 是不是应该成哥或者李泽举呢 是不是应该出点力 令到这一间公司有少少的苗头 让人感觉到呢 他这间公司还存在的 还有活力的 还有动力的 还可以赚得更加多钱的 希望是这样啦 至于我们香港的国安法呢 似乎北京政府应该是势在必行的了 现在呢 最得人害怕的 就是我们不知道这个国安法里面的细节 究竟这个细节有多么得人害怕呢 我们是很想知道的 但是呢 他偏偏就不肯说 也都可能没说得定啦 那要再看一两天啦 听说应该会在7月1日之前呢 就会有这个国安法真的会成立的了 在香港 那到时呢 我们会吓得怎么样呢 都不敢说了 但是在外国来说呢 有其他的国家呢 对香港的前途呢 也都是非常之忧虑的 包括了由日本带头的这个G7啦 那他呢 也都是催促啦 或者是敦促这个 中国政府呢 是尽量不要去成立这个国安法啦 在香港 其实香港呢 真是一个国际城市来的 除了中国 美国这些大的国家 在香港 是很大的持份者之外呢 其他的国家呢 对香港呢 都是很有感情的 都是在香港呢 可以赚很多钱的地方来的 那现在突然间 香港 如果因为这个国安法 令到个人都担心 而离开香港的话呢 其实对大家都是没有着数的 所以日本这样说呢 是并是 不是说没有道理的 只不过 中国政府 听不听得入耳呢 那就要由中国政府去决定了 那另一方面呢 在欧盟呢 他也都说了 就是他有这个忧虑的 如果这个国安法 整了出来之后呢 会令到我们的香港啦 或者是其他的持份者呢 都会得到呢 是很重大的亏损的 所以呢 欧洲议会呢 也都说了 就是说 不如呢 给我们香港人 设立一个叫救生艇啦 或者一个逃生门啦 就是说 如果将来真的 中国有起事上来 或者香港有起事上来的时候呢 那可以给香港人呢 有个地方可以走的 那这个是不是一个好的方案呢 那当然 如果有的话 作为一个香港人 多一个后备门 或者多一个逃生门呢 是逼不得已之下呢 都应该是 希望折立的 那当然啦 突然间又想起了 李嘉诚说的两句诗啦 那这两句诗 都是告诉我们 就是 哪一个地方 是自己觉得安全的 那个地方 就是我们的家乡 那我们现在香港 是不是一个 安居乐业的地方呢 星斗市民 需不需要太过担心呢 这一件事 我都不敢说下去 因为国安法 究竟牵涉的范围有多大 我们真是不知道的 除了我们香港的 经济环境转叉之外呢 其实外华的环境 也都不是好得去哪里的 那我最注重的这个 美国的股市呢 也都是 这几天表现 都是比较差劲一点的 好像现在的杜瓊斯指数呢 只是徘徊在 25,000点而已 但是呢 如果你看回这一幅图呢 你可以看到 在这个短短的几天之内呢 就已经是由 26,000几点呢 就跌到现在的 25,000点的边缘 那星期一回来呢 可能有机会再跌的喔 因为呢 美国的疫情呢 相信呢 是相当之严重下的啦 尤其在美国的南部地区啦 最主要是说的是德州啦 那它那个疫情呢 是比较大爆发一点的 那现在呢 美国的死亡人数 关于这个疫情呢 就已经去到 12万8千多人的啦 那相信呢 可能 熬到这个月底呢 13万呢 应该都破硬的啦 那死了那么多人的话 那美国总统又要再竞选 那这一笔数 我都说过很多次的啦 都是会全部入到中国的身上的啦 到时呢 两者之间呢 大打出手呢 是可以预期得到的 所以大家都不要以为呢 国安法可能是吓吓人的而已 而美国说的东西也会吓吓人的而已 说一下说一下 互相吓吓吓吓的话呢 遲早都会吓吓出事出来的啦 所以大家都要进一步小心啦 那我现在呢 如果美国的股市跌的话 都不是未上一件好事的 因为我有几只股票 我挺欣赏的 我很想去买回它的 因为它太高位了 所以我要等一等 尤其是这一只 第一只我很想买的 就是这个Microsoft 为什么我想买它呢 最近如果你有看我上一条片 都有讲过 就是新以往呢 我已经卖了一两次的股份出去的啦 那套现回来的钱呢 那都要找地方落脚的啊 是不是 那Microsoft里面的资产呢 我就挺欣赏的 它的增长也挺好的 就是因为它的股价太过贵了 所以暂时买不下手 但是我希望呢 如果这个 美国的股票那里呢 是可以跌一跌的话呢 那就有机会了 那除了它之外呢 Intel也是一件好东西 绝对不错啊 因为晶片呢 未来的世界 就是科技的世界 科技的世界 没有晶片 那又怎么可以呢 是不是 那另外还有其他的 辉税啦 我买了很多的啦 但是在虚钱的 我平均价呢 是35块多啊 很可憐啊 现在只剩33块而已 那就虚了少少 不过不要紧 因为呢 这些药品的话呢 通常都要慢慢来的 那只要有信心的话呢 如果我再赚到钱 就再买下去 就希望呢 将那个 平均价呢 就再加便宜些 那到时一旦花上去 那我就可以吃糊咯 那当然啦 现在IBM呢 我都想尽快脱手的 因为现在手头上都拿着的 但是如果这一排的股市 是不听话的 没得卖出去的 那都不要紧啦 拿着先啦 反正科技股 我都对它呢 是特别有信心的 另一只我都想出货的 就是这个洛杰马丁了 那希望如果中国 和美国的争论多的话呢 其实无形中呢 是帮助到这一只股票的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 看看我还有没有机会呢 可以在这一只股票身上呢 是食股先 我有位好朋友呢 就之前已经和我说了 说我现在那个订阅人数呢 可能已经去到一个 樽颈位了 在香港 因为如果想听你所说的话的人呢 大部分如果肯订阅的话 就已经订阅了啦 那如果不肯订阅的话呢 那也没办法的 所以现在的增长速度呢 是会缓慢了的 那他这样说呢 我就想起就是 不如以后呢 就要讲多些其他东西了 就不可以只讲香港股票了 那也有些的读者也都告诉我 他们都很想知道 多些关于美国股票市场的东西 那我知道呢 这个美国股票市场 可能在香港呢 未必受欢迎的 所以呢 那个订阅的人数啊 或者是看的人数呢 都可能会比以前差一点的 但是我也都想到就是 咦 可能有其他国家的华人 读一听广东话的人呢 他们可能都很想去投资美国的股票的哦 那他们可能呢 听下美国股票 如果那些又是他们熟悉的股票 可以分析给他们听的话 可能这一个是另一个市场哦 那我就想着呢 以后可能呢 就会放多些时间呢 就讲多些美股的了 其实美股呢 对我们香港人来讲呢 是不会是陌生的 所以大家呢 希望给一下面子就继续听啦 如果你们可以在看完这一条片之后呢 帮我按一按这里附近左右的广告的话呢 那就会非常之感谢啦 那当然啦 不可以失去你们的支持的 希望你们呢 继续订阅 未订阅的 看了我的片子的 希望你们呢 是继续支持 帮手订阅一下 令到我呢 可以尽快冲破这个一万大关 真是不容易的 那当然啦 按一按钟仔 你就可以呢 收到我更加多的资讯 更加快的资讯的 最后不少得的 当然是看完这一条片 你们给个like 以作支持 那就最好不过啦 多谢各位